水培西红柿,培育西红柿苗 省钱啊,又实用,学会了再也不用花钱买西红柿 西红柿呢,是我们家庭种植的一个热门选择 而且它操作起来呢,也是非常简单的 今天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 如何在家里有一个西红柿,培育西红柿苗 收获满满的西红柿,操作非常简单 我们要准备一个西红柿 然后简单的底部啊,去给它修剪处理一下之后 我们在这个西红柿底部呢,去给它涂抹上一点这个蜂蜜 蜂蜜呢,它是有助于生根的 我们在这把这个蜂蜜涂抹好之后呢 找来一个容器,容器里面放入清水 水桌呢,我们可以给它加点生根液 这样呢,能够有效的促进它更快的生根 把这个西红柿放在容器口处 7天左右去给它换一次水就可以了 等到20天左右的时间,这个西红柿就能够生根发芽 生根发芽之后,我们水培呢,就可以转为土培就可以了 转为土培之后,定期的去给它施肥 水肥呢,一定要充足 那么几个月之后,我们就能够收获 满满的西红柿再也不用花钱去买了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?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,咱们下期再见